2022年度红毯造型红黑榜又来了 我们将按红榜和黑榜分为男生和女生组 每组各选出五个 看看今年谁的造型荣登红榜 哪家爱豆用力过猛 今年最佳红榜最爱的还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造型师太知道粉丝想看什么了 余朦龙同样身穿黑色丝绒西装亮相百花奖贵气十足 细条纹套装和衬衫印花剥点的搭配 轻松拿捏时髦强调 回顾今年男星红毯造型 最红的还是一月份时尚先生红毯的王嘉尔 一身分敌秋冬高定套装 渐变碎钻简直比闪光灯还耀眼 真空上阵性感帅气 男菩萨真的要多绝有多绝 另外特别提名刘诗诗 今年诗诗没靠红毯经验四方 而是在一念观山中靠着古装路透图美出圈 要说古装气质还得看咱们一姐 黑榜来了 非战斗人员火速撤退 今年的黑榜榜首绝对给关小彤 他的造型师是最不听劝的 金鸡讲红毯的造型真是又叫他杀出圈了 明明是腿长腰扁的身材 造型师非要阳长臂短 弄得要腰没腰要腿没腿 上半身的紧身衬衫和领带真是叫人无力吐槽 整体服装就像是小了一号 贴头皮的扎发 整个人透露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老气与疲惫感 微博世界红毯的赵丽颖也是叫人很失望 发型和妆容都是很港风的 搭配柠檬黄亮片裙 看起来毫无质感 与妆容非常不匹配 没有气场还非常不自信 大概也是为了和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风吹半下呼应 营造90年代的复古感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造型与成功女企业家许总毫无半点关系 倒像极了刚进城的何幸福 如果说梦华路中的刘亦飞再次唤醒了大家对仙女姐姐的回忆 那微博电影之夜上她的造型又把大家的梦扼杀了 身穿金色高领刺绣礼服 雍容华贵的感觉是有了 但是超高领却搞得像是脖颈固定了石膏一样 十分僵硬 膨胀的泡泡秀夸张显胖 造型拖沓累赘 整个人像是肿胀了一圈 姚晨今年的红毯造型翻车翻的彻底 尤其是微博电影之夜的一席降紫色紫砂长裙 领口的花边设计着实让人看不懂 工作室的静态图片看起来还好 但是一走红毯 紫砂飘渺 引楼峰扑面而来 最近平在风口上的小S也是非常敢穿 金钟奖红毯上穿夸张金色画框电尖和丝绒长裙 夸张又大胆的造型毫无美感 整个人像一个行走的金元宝 男星造型和女星比起来倒是安全了不少 不求脱颖而出 只求安稳 但还是有男星造型严重翻车 谢霆锋的红毯造型可以称得上是红毯刺客了 这个造型除了他估计没人敢尝试 身穿黑色丽领无袖长衣 和好似围裙一样的半裙 虽然充满江湖狭气 但是感觉他再拿一把菜刀就可以起炉做饭了 肤色不白的男星就不要穿紫红色的套装了 他更是穿了一件黑色低领 显黑就不说了 他真不在乎肤色 衣服好像还大了一号 看起来没气色还脱他 不少网友调侃 衣服买大了不能退 王大陆在时尚先生红毯上一整套宝蓝色西装 搭配油腻大背头 拜托 黑皮男星不要再尝试彩色套装了好吗 夸张的颜色加上松垮的版型 又是一个油腻的灾难造型 谭剑次微博世界大会的红毯造型 真是给他的身高雪上加霜 宽肩长款风衣搭配高筒马丁靴 世界上身高只有一米五 一身黑造型不仅没有起到显瘦的效果 倒是看起来又矮又宽 许卫洲同样也是深微真空灰色西装 裁剪没有腰线和繁杂的装饰物搭配起来 除了显胖 没有别的美感 建议男明星们 西装还是简洁得体的好 经过这番造型修炼 恭喜你已经达到青铜等级 明星红毯的造型内卷一年比一年激烈 红毯造型的出彩时刻实在太多 没有千万面 丑的也五花八门 为了在红毯薄头条 造型团队可都没少花心思 与其为了薄出彩而穿得过分浮夸 倒不如穿出自己的特点 还有哪些你喜爱的明星红毯没有说出来呢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